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是真的 这样就把现实中一些描述性的语言给它离算性或数字化进行 这是所谓的一些数学模型构建 另外数学模型不光简单的只是数字化以及抽象化 更主要还有包括一些数学公式 以及数学逻辑结构等 第二步是设计出解决该模型的一些算法 大家注意到算法 当然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数据模型 更重要的我们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算法来解决这个数学模型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算法 即使我们提出再好一个模型 等于说这个问题也是无法解决的 第三步我们要编写程序来解决问题 显然对于GND行业来说 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需要程序来解决一些数学模型 和现实中一些具体的问题 所以说一个良好的程序是我们数学结构最终的目的 对于非数的数学类型模型 通常不再是方程式 而是一些主数表图之类的数据结构 对于这些数表图之类 我们就称之为数据结构 因此上简单来讲 数据结构是一门研究非数值计算 大家要注意非数值计算 非数值 因为对于正常的一个数值计算 我们可以简单通用数学公式 包括我们可以使用简单的计算器 就可以进行计算了 就是我们主要要解决的是 现实中一些抽象的 一些非数值表达的一些逻辑 我们对这些进行研究 进行抽象化 离散化 数值化 然后通过进而将非数值计算 表达为计算机里面的数值计算 数据结构是一门研究 非数值计算的程序设计问题 中的操作对象 比如说table tree graph 就是表 数 图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操作等 所谓关系 就是数据结构之间 它们之间相互的联系 操作 其实上就是所谓 跟数据结构的相关的一些算法 数据结构操作呢 包括基本的增三改查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链表 对于这样一个链表 我们通常就 最基本的一些操作就是增三改查 比如说我们要现在这个节点 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节点 或者说我们要删除一个节点 如何插入如何删除 这些操作 就属于链表的一些它的基本操作 在这基本操作之上呢 我们可以扩展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排序 sort 便利 查找 规病 地规等一些复杂的一些操作 对于这些操作呢 我们就称之为算法 当然我们可以利用排序 便利查找 规病和地规等 我们进行互相结合 互相嵌套使用 我们会出现更多的 发明更多的一些更复杂的算法 比如后面我们讲的对点路径 底阶斯特拉等等学算法 可能都需要这些基本操作 基本算法的一些互相融合 以嵌套使用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看下这两道题 这两道题就是我们常常见的数据结构 常见的一些类型题目 第一题 下列数据结构是先进先出的 是这种题考简单的一概念题 只要我们理解先进先出这个概念 然后我们对数据结构 基本的一些概念 以及它的一些内容 进行了解的话 我们这道题可以迅速选出来 答案是A 赞 赞 但是这样一个数据结构 我们后面会 会 再详细讲解 这样一个数据结构 从这儿进 从这儿出 所以说它是一个先进先出的 完全二杂数 跟结点为一 N结点的 左指数结点是 答案是B 这里面主要关键字在 完全二杂数 完全二杂数 我们后面也会仔细讲解 什么叫完全二杂数 以及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以及算法 处理结构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就会有这些考试内容 首先主要是我们分为两大 在处理结构上面 主要我们分为两大模块 第一是一个线性结构 第二是一个非线性结构 非线性结构呢 线性结构 我们主要是有一些数组 大家会经常使用的数组 顺序表 链表 以及对列 等这些算法 非线性结构呢 有数 图 堆 优先对列等 优先对列 其实跟堆指的是一个东西 然后第三部分呢 我们会考试一些算法设计的分析技术 主要是包括我们算法的空间复杂度 时间复杂度之间的一些运算 包括我们如何设计算法 如何让设计一个 着实设计一个更好的算法 这是在我们第三部分 我们会详细的讲解到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数据结构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立体 第一题 下列数据结构是先进后出的事 这种体系考的是基本概念 只要我们对数据结构的一些基本概念 以及它的一些相关上的比较熟悉的话 这题可以很快地选出来 先进后出呢 就是我们答案是A 赞 为什么呢 因为赞后面我们会详细地讲到 赞是这样一个结构 它呢 进入与一山竹都从占领开始 所以说先进的要呈到下面 出来的从上面出来 所以说要这个东西是在 是先进后出的 第二个 完全二杂数根节点为 编号为1 那编号为n的节点呢 它准备的数是多少 完全二杂数在后面我们会详细地讲到 它是这样一种 数据结构 这是一种数 而且是完全二杂数 它的根节点为1呢 那么它的左指节点多少 左指节点就是这个2 这是它21的左指节点 就是3 4 5 很显然 它左指节点是1的2倍 4次2的2倍 就是2n 答案选B 下面我们简单看一下 我们数据结构主要的一些考试内容 我们数据结构和考试中分为三部分 其中呢 主要是两大模块三部分 第一个模块指的是 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的一些考察 以及基本算法一些考察 主要分为线性结构和非线性结构的两部分 线性结构呢 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数组 数据表 量表 对裂等 非线性结构呢 主要是数 图 堆 以及优先队列 其中这个优先队列 堆 有相同的一些概念 第三部分呢 是考察出算法设计的一些分析技术 就包括我们一些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这些复杂度的计算 包括如何设计算法 主要是我们要如何设计一个好的算法 来解决我们的一些素性模型 一些 现实中一些问题 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 数据结构 以及基本的一些概念 第一表 对 相当有了 个人 有fik 是 对 请 描路 比较 我们的 踏感 我们号 下边